孙岛老师 你印象最深的春晚的时候 哪个歌给你印象特别深 歌曲特别多 好的歌曲特别多 蔡老师的 蔡老师的 北京的桥 365里 365里 对不对 什么365里 365里 说错了 你爸80年代的说 365个重福 对 印象最深 我那会儿小的时候还听过一首歌 特别棒 他来自香港的 香港的 叫叶丽怡 那歌唱特棒 明天的太阳 明天的太阳 还边唱 带着明天的希望 那明天的太阳 都暴露年纪了 那个范特别特别 很新鲜很新鲜啊 那个范 所以提到这个老歌啊 我跟你说我知道小蔡 你知道我多大了吧 小蔡啊 不是你多大的事 你老弟啊 这小蔡啊 小蔡唱歌是有范儿的 你们发现了吗 蔡老师特别热气 一年用360 一年用360 他那个感觉特别好 对吧 你看你画了吗 画 就是 我跟你讲 原来是从叶丽怡那儿学来的 你发现了吗 这种感觉 他唱歌跟刚才那个谁啊 肖剑说相声是一样 他带有表演性 对 所以你还没有听呢 你就已经被他感染了 这是蔡国庆老师唱歌 但是我早期的歌 他们这些孩子真的没听过 但是99年的《长回家看看你们》一定听过 那首歌是打动了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心 我跟你讲啊 就是小蔡到现在都不感谢我 就他们那个歌曲啊 是接着我们那个小品 对不对 对 他们那歌能火于我们的小品 密不可分 我们这歌火了把你们小品带火的 我们这小品火了把你们这歌带火了 就是我们这歌太火了 我跟你讲啊 当年我们这个小品五个人打电话 叫妈妈 过年好 妈妈 过年好 完了他们几个简绕 高潮起来以后 《长回家看看》就出来了 明白吧 出来关键是出来就算了 我们还得给他当托 我们都 你们看视频啊 我不太瞎说 我们是就跟半舞一样的 我们在后边 哎呀表演 就这样 完了就 雇佣的蔡老师 明白不 你说气人不气人 你还说我们小品站时间 你还说不说我们小品站时间 对 孙涛说得很有道理 其实我们春晚是经常会一个很感人的小品过后 立刻接一首能够呼应的歌曲 但是呢 说实话 我们就记得那首歌 你那什么妈妈 我们都忘了 就是《长回家看看》 那最后出现的集体的镜头 有你 那很经典 有你在那找镜头 没那事 我早了半天也没看见我 我还在那演半天 后来在全景里面 看见一个老远一个人在那演